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 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生路上与父母之间的相聚是一场缘分 然而 随着年龄的增大渐渐开始明白 与父母的缘分已然逐渐变得稀薄 只是 很多时候因为工作的忙碌 因为要经营家庭 因为要照顾儿女 而忽略了陪伴父母 忽略了关爱父母 一直觉得 与父母之间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可是 直到某一天 迎来了父母离去的消息 那一刻 心一下子就空了 无法相信 身体看似还硬朗的父母 会忽然离自己而去 直到父母离去 仔细核算与他们的相处时光 才发现 和父母相处的时间 其实也就那么一点点 人活一世 父母离世后 以下道理你会恍然大悟 在漫长的岁月里 父母的爱就像一碗白开水 不仔细品 不知它有多甘甜 从出生开始便得到父母的保护 对于父母的付出 时常觉得理所当然 父母的爱填满了子女的整个人生 孩子是父母爱情的结晶 父母为了子女过得更好 清净了一生的付出 直到父母离去 才知道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无条件地爱你 曾经面对父母的唠叨 觉得心烦 可是父母走后 再也没有人念叨你了 没有人关心你了 曾经 父母总是爱多管闲事 恨不得离他们远点 开启自己的生活 可是 他们走了后才知道 想回家的时候 家已经不在了 正如陈鸿谋说的 凡为父母的 莫不爱其子 在整个世界上 只有父母能为你竭尽所能的奉献 父母不在 家就不在了 余生再也没有人不计成果 不计回报地为你付出 爱你了 二 忽而觉得内心飘零 没有家可回了 在外安家落户 结婚生儿育女 只是你的新家 在外边混得再好 也别忘了老家 老家再孬也是自个儿的家 家里还有两个老人 老人在哪儿 哪儿永远都是家 而且是自己的老家 父母在 人生尚有来处 父母去 人生只剩归途 老人健在 什么时候子女都有家可回 一旦父母不在了 在外安家的儿子及出嫁女的家也就没了 都将无家可归 常言道 嫁出的闺女如同泼出去的水 其实 嫁出去的闺女没有了娘家 她们还有婆家 可成家后在外地的男人一旦失去了父母 故乡还真就没有家了 放大说 旅居海外的侨胞 可以把自己的祖国比喻成家 王小说 出门在外的儿女 把父母居住的地方称为家 父母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 不然 为什么逢年过节 不管路途多远 一票难求 人们总是从远方奔向父母 归心似箭 奔回久别的家 逢年过节 甚或平时回家 偶遇亲戚朋友 还有左邻右舍打招呼 人家都会礼貌地来一句 回来了呀 可见众人眼里 父母这儿就是儿女天然的家 也许有人会说 父母走了 故乡兄弟家也是去处 但总让人觉得 这是个不踏实的家 以前老人在世 尽管条件差强人意 哪怕像猪窝狗窝 他们住的地方 就是温馨的家 老人不在了 哪个兄弟的家 都不如老人的家 老家 是儿时的生长地 是思想的启蒙处 是精神的故里 是灵魂的归属 老家再怎么不堪 子也不嫌母丑 每当有心事 举头望明月的时候 或许还会低头思故乡 因为人都有 夜落归根的思想 回归自然 是最终的归宿 老家 父母在 家就在 那就是子女向往的地方 双亲不在了 家就没了 想回老家的决心 也难下 尽管内心是渴望 见到的地方 只是没有父母在 常常就轻易否决了 回家看看的念头 父母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 可惜不少人 有家的时候 却不常回家看看 或者 压根就不想回家 殊不知 天下又有多少人 在期盼着回家时 却已经无家可回 只叹 人生没有后悔药 留下的 只有遗憾 父母所在的地方 是你温暖的港湾 是你温暖的家 如果 父母不在了 家里变得空荡荡了 那么 回家 也没有任何意义 有父母在 任何时候回家 他们都会为你张罗一桌 你最爱吃的饭菜 有父母在 受伤了 你永远有人关心 有路可退 可是 当父母忽而不在了 内心十分飘零 顿感无所适从 茫然无所依 一瞬间觉得 这个世界上 再没有你的容身之地 正如柯克所说 每个人的家 对他自己 都像是城堡和要债 父母在时 生活充满了烟火气 充满了牵挂和关心 无论走到哪里 都有人惦记 有人思念 有人牵挂着 直到 父母不在了 家已经空了 望着诺大的房子 只能一个人 默默默 默默蜷缩在角落里 怅然若失 如若你父母还在 珍惜你们共同经营的 家的温暖吧 不要等到失去 再去后悔 好好爱你的父母 父母在 你永远都是 有家可回的孩子 是有人疼的孩子 父母不在了 那一刻 你忽然明白了 在这个世界上 你没有了 可以依靠的人 你必须学会坚强 因为 这个世界上 再也没有任何人 能够替你遮风挡雨 你需要靠自己 独立撑起一片天空 义卜生说 世界上最坚强的人 就是独立的人 当雨雪落下的时候 你要懂得躲避 当风沙刮来的时候 你要学会抗争 当严寒袭击的时候 你要学会隐忍 因为 父母不在了 再也没有人 愿意用背 替你挡风遮雨 你不再受到庇护 所有的一切 都只能靠你自己来行动 自己来拿定主意 父母不在了 舒适区和安全区 都不在了 无论 遇到怎样的困难 都需要自己去面对 有父母在 无论受到多大的伤害 无论遭受多大的酸楚 他们永远都愿意 张开双臂 迎你回家 护你周全 父母就是你的盔甲 就是你的保护伞 父母不在了 没有人可以依靠了 忽而觉得自己 不得不变得坚强 再也没有退路 如果说父母在 人生尚有来处 表达的是纯正的感情 和温情的话 那下半句 父母去 父母去 人生只剩归徒 在他们的脸上 在他们的脸上 但当我们远离 但当我们远离家乡 远离父母时 像孩子一样 无忧无虑 可是如果父母不在了 我们又能去哪儿呢 人生在世 如若你有父母陪伴 请珍惜父母爱你的时光 父母能够陪伴你的时间不长 在这段人生路中 请多尽孝心 多陪伴他们 如若有一天 父母不在了 剩下的路 你需要自己走 居里夫人说 路要靠自己去走 才能越走越宽 人生之路很长 好好活着 不要失去了才懂得珍惜 更不要在失去了之后 就选择放弃自己的人生 父母不在了 请代替父母 更努力地去看这世间的风景 努力依靠自己 让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 走得更远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传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